还要来看到在房价连涨之下 今年第二季全国房贷的负担率 居然高达百分之四十六 也就是买房族每个月一半的薪水 都得拿去付房贷 尤其是双北的小资族更苦了 有专家就认为这是央行政策失灵 该解决的不解决乱打房 导致现在市场一片混乱 这一间是我最近刚加入的房子 然后就是准备要装房的这样子 一房一庭一位小坪说套房 民众开心晋升有房一族 但要背负的房贷压力可不小 在我总生活的支出 大约约末是在三分之一左右 像比如说是出国旅行 或者说去吃大餐 或者是一些不必要的一些 疑似感等等的 这些可能就会尽量的去做避免 那相对的也会想要去找一些 可能能够增加收入的一些方式 想办法多增加收入 毕竟以这间近千万房子来说 每个月房贷支出超过三万块 而这不是个案 逆政部调查 全台第二季房贷负担率涨到46% 白话来说也就是每个月支付房贷金额 占家户可支配所得的比率将近五成 其中又以年收40万以下的小资组最有感 全国房贷压力持续增加当中 而在桃园还有高雄 平均要负担的房贷破百万 甚至在双北来到了千万元 房贷越背越重 当然就是因为房价持续高涨 看看全台七都房价涨上历史最高点 每平可能成交价会高达56.8亿万元 央行打炒房让市场风声恶利 但专家也质疑央行难以沟通 没有真的打到痛点 对有刚性需求的民众来说 以揍不容易 东森财经新闻刘子腾 朱小倩台北报道